17歲的肖志賢 2016年底反覆的感冒 出生氣喘 呼吸困難 甚至發不出聲音 到花蓮瓷濟學中心就診 發現頸部有一顆腫瘤 已經將聲帶壓迫到只剩下0.3公分 診斷罹患了惡性淋巴瘤 那因為來得很兇猛 所以我們通常的治療也就不能太輕鬆 大概6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做完我們的所謂的功課表 就是所謂的化學治療的計畫 結束治療的畢業典禮 醫療團隊贈予肖志賢生命鬥士學系的畢業證書 也感謝家屬的陪伴與支持 同課做完了 你有開心嗎 很開心啊 其實兒童癌症不可怕 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統計 0到18歲的孩童罹患癌症 在近5年來整體存活率將近8成 兒童癌症基金會在中華民國 得知消息後也會給予相關就醫資訊 穩住家屬的心 爸爸媽媽在一個短時間內 大概都是在醫院裡面 基金會這邊我們也有一個關懷慰問計 不要因為一下子的經濟的困難 而影響孩子的救援 兒童癌症不是絕症 尋求醫療與社會資源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是癌症治癒的重要關鍵 帶來新聞花蓮綜合報導